開始了 哈囉 今天是在自家 在KT的粉絲團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 是Lazos的iX10頁 這一款的iX 在算是第三代了 第一代的話iX200 第二代的話iX250 大概07年左右 那這一款的話 算是底盤 跟動力的話都是一個大改款 這一台是IS300 那這一款的話是2.0升的渦輪引擎 這個四代的經理其實比較不清楚 那有IS300H還有IS200T 那這一款的話是IS300 是2.0升渦輪引擎 那之前最早上市的時候 經理有一個朋友是開IS300H 那一款的話 對啦 剛剛車主有說是配CVT 那這一款的話就是配置一般的自排變速箱 那動力的話就不在今天討論的範圍之內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這一款車 這個車主有跟經理試車之後 就預約今天要安裝KT的禁忌版避震器 那這個版本會比較偏向比原廠的操控當然好很多 可是彈簧的話還是維持一般道路版的設定 那在阻尼的話就有特別有做加強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的懸吊系統好了 前面的話跟一代二代一樣都是雙A懸吊的 但後方的避震器就設計上就差滿多的 這一個世代的IS 比較早期像是IS300H 油電款的話 它這一個角座規格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這一個世代的IS在下單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跟經銷商 或者是跟國外的客人詢問 下方的腳管是開叉的 是Folk的 還是一個普套式的 所以這個前面下座的話有兩種規格 但每個都不影響 因為KT的話就都有 還有這個款式 如果是國外的話 就有分四區的版本 它的下座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如果台灣的話 它的前下座就有兩種規格 這個是雙A背的懸吊 那這個的話是有附上座 前面跟後面KT的話都有附上座 後方懸吊系統比較值得介紹 因為以往的一代跟二代的IS的系列 它的後方一樣是雙A的懸吊系統 可是到了這個世代 後方的話改成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變成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設定 那彈簧的話看起來會有一個直捲式的彈簧 一般車友常常會詢問說 彈簧的公斤數 其實彈簧的公斤數只能在同車種 或者是同車種裡面 一樣是附桶的一樣是單桶的 這樣的彈簧來做比較才比較客觀 像這個後方的彈簧 我們配置的是10公斤 一般聽到10公斤可能會覺得很硬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這個原廠後方彈簧的磅數也不低 這個也大概快接近快10公斤 所以如果有彈簧的公斤數 來判定看看這台車硬或不硬 其實是不客觀的 我舉一個比較經典的例子 像是我們最近常常出貨的福特的Mondel 5代 這台車它並不是後驅車 可是後方的彈簧我們配置了14公斤 像之前我們的經驗家商的業務 聽到14公斤就下班了 以為這台車是很硬 但是不是 最主要彈簧的取決 它是在後製幣的 比較靠近支點的地方 還是比較靠近外側的地方 所以彈簧的公斤數 只能同車款互相來做比較 那如果假設我是開CIVIC 8代 後方的話配6公斤 但聽到Mondel配到14公斤 那可能會覺得KT的很硬 但是彈簧並不是這樣比較的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那上方的話 這個上方有一個形狀很特殊的橡皮 下方的話也有一塊橡皮 那下橡皮的話要沿用 上方的話 KT變成有一個HiloKey的基座 加上一個橡皮機構 那所有的零件就是使用KT的就可以了 HiloKey在上方彈簧 然後下方的話是原廠的橡皮 橡皮上方其實還有一個轉接座 待會的話鏡頭再帶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 如果這台車是歐系車 我們同樣是歐系的小型車好了 假設是之前有看過經理直播的車款 賓式的W205 W205它的車格的大小 懸吊的設計 還有一樣是後續車 基本上的架構跟這台差不多 可是它的後方的阻尼 遠比這個硬多了 如果以W205來說 它的阻尼是做Overdamping的設定 它的彈簧假設是配10公斤 但它的阻尼桶可能已經做到15公斤 這個叫Overdamping 但這台車它比較偏向日系車的設定 所以它的彈簧磅數不多 但它的阻尼特別特別的軟 以這一台的車輪來說的話 如果經理來說 其實它最主要的就是要加強這個統身的阻尼 不論是下壓不論是上拉的力道 阻尼都要特別特別的加強 它才有辦法兼顧到它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不然這個就是會太軟 好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的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是右前 好 前面的話已經安裝好了 前面的拆裝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前面是一個雙A背的懸吊系統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上座 這台車應該是RX系列比較有電控系統 那RS系列我們目前還比較少遇到 來如果有電控系統的話 它上面還有一個四伏馬達 好這個是前面避震器的上座 拆裝很簡單 它上面也沒有試蓋 那日後要調整阻尼的時候更方便 從這個地方來做旋鈕就可以了 往順時針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變軟 那這顆是Toyota LASUS系列的2.0升的渦輪引擎 這款是後驅的 這款是後驅的 IS系列一開始到現在1,2,3代都是以後驅為設計的基準點 那簡單來說就是要跟雙B的C-Class 或者是3系列來做市場的抗衡 好這個煞車 煞車也是原廠就已經做多貨塞了 所以這個原廠的自動力道 如果換個來臨片應該就好很多 而且盤進也做得比較大 好這個就是雙A貝系統 雙A貝的系統 其實算是目前的懸吊設計裡面 比較能夠兼顧到操控跟舒適 但是這樣的設計 這個都是鋁合金的 下方也很多的支幣都是鋁合金的 那當然這樣的結構設計 對車廠的製造成本來說會比較高昂一點 但是畢竟這是LASERS 它的市場的定位 都還是走一個比較高端的一個品牌概念 所以這些的底盤用量其實都相當的不錯 那雙A的懸吊系統 它的避震器 它的避震器比較偏向內側 所以我們以這台車的車重 前面的話配置12公斤 後方的彈簧是配置10公斤 前面的話是配直捲彈簧 200廠12公斤 那它的下方的話有一些固定座 這裡拍得到嗎?我看不到 可以 這裡 這裡有一些 這個是要固定原廠油管的地方 這裡是要固定油管的地方 那腳座的話 在這裡 前面的雙A系統 它的調整車高的方式 跟麥花繩是一樣 所謂麥花繩就是西比克8代9代的前面 或者是CAMERY的前面 它一樣是彈簧跟避震器一體的結構 那調整車高的方式 就是把前面的整體的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長 可是它的倍率的話 會比麥花繩還要來得多 所謂倍率就是 如果這個調整1公分 它外面的話麥花繩就大概是1比1 可是這個避震器比較偏向內側 它調整1公分 外部的話 提升上來的幅度絕對不只1公分 所以這個調整的一些倍率細節的話 要跟一般麥花繩計算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這個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雙A懸吊系統可以看到它的防晶感 一定會做的特別粗 尤其是像現在的賓士W205也超粗的 賓士W205的懸吊系統跟這台其實很接近 因為前面的話一樣是類似這樣的 雙A背的懸吊系統 而且彈簧的配置還有筒針的長短度 真的都跟這台非常非常接近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後方的話比較特殊一點 後方的話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 鏡頭不動我去拿燈 師傅你還有電燈借我嗎 你要用到齁 那借我一下 後方是一個好幾根支壁的懸吊系統 就真的跟歐西哥非常的接近 這裡有一個筒針 這裡筒針 它筒針的長短度行程也都走得滿長 所以在改裝避震器要發揮的一個空間 就比較不會受到局限 這個後方的調整機構在上方 那後方KT的配置彈簧 是配置10公斤 220廠調整機構是坐在上方 但下方應該拍不太到 下方其實它還有一個轉接的基座 這裡有貼一張紅色的貼紙 那個地方就是把它轉接成直捲彈簧 所以上下方的話都有附一個零件 調整機構是放在上方 調整機構的Hilo-key的上方 其實還有一個相片 Hilo-key的上相片 就是KT為了這台車 我們再開了一個模具 放在上部Hilo-key的上方 最主要的要沿用的 就只有彈簧下方的下相片 那個一定要沿用原廠 不然它的轉接座跟下枝壁 就碰金屬比較容易會有異音 這樣組裝的方式就還蠻OK的 後方的安裝的重點就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這條彈簧它的長度 我們現在輪胎已經拆開了 車子已經離地了 所以現在的長度 我們如果拿水量起來 它還沒有受到預載的時候 它的長度是22公分 可是裝在這裡的時候 如果我們筒針調的太長 它會有間隙感 一定會造成異音 也有可能會有危險 如果調整好的時候 它的長度是會落在21.5公分左右 也就是預載大概5mm 那預載是靠這個筒針的長短 來做這個彈簧的預載 如果這個筒針縮得太短的話 這一條22公分的彈簧 做個比較誇張的例子 有可能壓到剩20公分 那這一台車 整個乘坐起來的感覺 一定會非常非常顛 非常非常不好做 所以後方這台車 安裝的重點其實就只有一個 就是後方的筒針 千萬不能說得太短 這樣就完成了這台車的安裝 好 那在後方的阻尼調整部分的話 是在後行李箱裡面的 跟底盤很接近的205是不同的 這個是在行李箱裡面 那這裡有一些原廠 合音跟裝置的飾板 我們把它四扣 這個塑膠扣具把它拆開之後 這兩個飾板可以往中間拉 就可以看得到這裡有一個避震器的上座 這邊還沒裝 這邊 但是我會遮到你的鏡頭嗎 大概試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在這個避震塔的上部 避震塔的上部 從這邊的話就可以調整軟硬度 所以這台車調整前面還蠻方便 後方的話也還好啦 因為這個扣具的話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一二三 還有這邊的話會有 這台車的話會有四個扣具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四顆扣子 四個扣子把它拆開之後 就能調整到後面避震器的阻尼 所以這台車並不難調整 但是在調整阻尼之前 還是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就是胎壓的話 一定要設定到原廠建議的冷胎壓 大概是32到33PSI左右 那如果胎壓過高的話就一定會太低 那在KT的用料部分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影片 車很多的都是重複的 可是在阻尼的部分的話 就照剛剛經理設定的方式來做調整 但在用料的部分的話 像KT使用的主名有 我們使用的是義大利一整桶IP的主名有 那它的油品品質相當的不錯 像是在攸關到油風的話 像這個日系車 很多車友都是推崇日本TEAM的品牌 那TEA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這個是最攸關到避震器壽命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最大品牌NOK的油風 所以KT的用料的話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喔 那如果車友們一樣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的產品上的問題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今天的IS300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掰掰